今天分享王硕的一篇文章《越老越不懂事》。 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么一种前仆后继关系。 我有了女儿后,首先痛感儒家伦理,又被生活切实感受。 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,早就超过了,你为他养他付出的那点奶钱。 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,没听说过获得快乐,还让快乐圆圈养老的,这不是讹人吗? 他大可不必养我,我不好意思。 儒家伦常是保护老人的,是保护落后的,是反自然法则的。 你看野生动物有养老的吗?老动物们都自觉着呢。 实际上,养老是个国家福利问题,不是个人的生物义务,生物义务是养孩子,把DNA往下复制。 你让他倒行逆施,不是人人都有,这个反自然行为能力的,你把它规定为法律责任。 你因此让他在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上,产生罪恶感是不道德的。 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丧尽安全感,下意识不自觉,个别人故意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。 家庭其实都破裂了,但还拿铁丝固在一起假装完好。 老实说,我这一代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些破裂家庭关系的影响。 多少人家演正常的父母,其实已经封了很多年了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往昔历次运动的洗礼,并没有在中年以上人群众的心理上真正平息。 中国的事情很景象,总给人错位道之感,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。 虽然大家都很可怜,期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,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,怕丢脸。 结果老人鬼鬼祟祟,或者假装文静之远,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。 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,说起来都默然,家家一本糊涂账。 譬如说家庭暴力,大量的使父母打孩子,这何止是不道德,纯粹是犯罪弱者的残忍。 但是在我们的电视上,随便一对父母,谈到打孩子都不怕承认,坦诚。 口口声声为孩子好,我谢你了,真不知道寒碜,特别是父亲。 心理学家的规劝,都极尽温婉,生怕惊扰,磕,碰,扁,损了他这权利。 善良民俗就认为,这是可以的,他拥有这个权利。 他终身拥有,不管他走到哪儿,丑恶到什么样,你都要对他尽一物。 而且,你要强调这个,你就让世代中国小孩这一生,得不到他拥有的权利。 实际上从一出生,就剥夺了他免受屈辱,疼痛的权利。 人是条件反射动物,哺乳动物都是。 你打死猫试试,狗是奴才,狗能不反抗,猫反抗不了,也跟你玩音的。 你怎么能指望,这样的小孩组成的国家,将来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。 我们党建军之初,就在古田会议上,提出不打骂士兵,连队实行民主管理,实际是官兵平等,这样一个制度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是罗戎桓同志提出来的,这是优良传统药。 不打仗了,打孩子,什么情况? 以家子老是打来打去,也是会伤感情的药。 在我们这儿,孩子对长辈不敬的事,与长辈对下一代的虐待相比,是不成比例的。 父母普遍虐待孩子或虐待过孩子,而子女反过来,虐待父母的屈指可数。 最多是不爱大理,因为父母的权力大得多,父母打孩子,社会不认为是不正常的,国家也不干涉。 但是孩子不体谅父母,社会就一片哗然,我认为这是不公平。 这体会,我自己有了孩子,更深感到,所谓父母之恩之虚幻,是经表包裹子丝,举到云端的歧视。 赡养老人,当然是一个义务,我的意思,也不是就不要赡养老人。 但那种东西是国家的义务,不能转嫁到公民身上去,国家不许逃避责任。 独生子女,他们也没有能力,这么拐呀。 一家四个老人,八个老人,就是所谓亲情未解,走面,他都走不过来,竟胜落埋怨了。 包括老人最后的瘫痪在床,生活不能自理,垂危火葬入土。 一个孝子正经一点,我以为每个月,至少要去医院一趟,陪护扫墓什么的,将来。 你看现在这社会,仍然在或明或暗地,给孩子们施加压力。 常回家看看呀,如何如何呀,多陪陪老人呀,这东西会变本加厉的。 解决这个问题,你不能又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识上,你不这么做就是犯罪。 那我觉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 做父母的都是成年人了,至少从我们这一代开始,父母应该懂事,自尊。 应该知道人的生老病死,是人必须经历的。 我作为成年人得自己去扛这个事。 国家当然应该统筹一下,在我能挣钱的时候就把后事安排好。 这实际上是一个服务的问题,反过来要求孩子不太好。 我觉得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不太正常,孩子承担这么多的义务,父母拼命来要求孩子,说什么应在起跑线上。 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,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赚钱机器,这就叫成功。 表面是为孩子好,其实是想自己将来有个靠山,无情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。 这是一种颠倒,颠倒的人性,这不是爱孩子。 所以就会出现那样奇怪的逻辑,就是我为你好,我可以打你,我爱你,我打你。 我靠,不带这么聊天的。 你说你爱我,其实我很清楚,你骨子里是脏心眼,是叫我将来在你老了,失去劳动能力后保障你。 你不肯学习,意味着你将来不打算为我的衰老负责任。 你看这么多父母都快,已经把孩子打死了。 我靠,您这不是爱,爱是不能交换的,无条件付出,不要回报。 想都不想,岂这年已是罪恶了,付出中已经达成,刺激回报,快乐将上了。 跟牺牲肉体,放弃清白,遗臭万年,享受痛苦那种境界,又怎么聊呢? 听都没听说过吧? 我国大部分人的基本价值观,是混乱的,混沌不明的,越老越不懂事。